倚天屠隆记中的鸣教是江湖第一大派,其内高手如云 尤其是教主杨鼎天在世时可谓是风光无两 即便杨鼎天不在的三十年后 想要将这个昔日的旁人大巫覆灭也要及六大门派合力围剿 可见鼎盛时期的鸣教有多强盛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倚天中土鸣教中最强的十五大高手 第十五名 周滇 鸣教五散人之一 周滇在鸣教中主要体现的是嘴炮能力 属于嘴上没输过手上没赢过的类型 虽然也敢向杨肖出手 但武功终究是差了不少 甚至只能算一个江湖二流水平 不过周滇对鸣教忠心耿耿 当初张无忌一人大战金刚抚摸圈时 周滇不惜用自残的方式试图干扰三度 还好最后黄山女及时出场 否则呢 周滇必然会殒命邵石山 第十四名 铁关道人张忠 五散人中最没存在感的一个 除了在光云顶之战前夕 与伟一孝等五人围殴过阳销外 几乎没有什么出手记录 不过呢 猜测可能会比周滇略强 第十三名 彭盈玉 名叫五散人 存在感较低的人之一 初次出场 位救白龟兽与中原门派弟子交手 虽然击毙了一名少林和尚 但左肩右腿也被对方的飞刀射中 后用炸死的方式连发大风云飞掌重伤五人 自其也无再战之力 逼问中 右眼被低敏君用剑此瞎 总体来说表现力比周滇 比张忠略好一些 第十二名 银野王 四大法王银天正之子 江湖传言银野王的武功与银天正相差无几 银天正也承认他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甚至灭绝师太也觉得此人不容小觑 但实战数据却惨得一批 属于典型的定位高实战弱的选手 阿珠被微笑抓走后 说不得跟张无忌追赶时还可以有说有笑 而银野王却完全不能开口说话 陈坤对张无忌用九阳神功 获得欢迎纸后实力骤减 可即便这种情况之下 逃跑途中还能打晕银野王 实战水平实在是有些堪忧啊 此前他还扬言愿意帮张无忌吃灭绝师太的两掌 如果真的发生 很可能会被打得晕死过去 张无忌二创少林金刚缝膜圈时 张无忌心里认为旧地的实力远不及外攻 可见银野王真的是有点外强中干 被高估太多了 盘点以天中土明教中最强的十五大高手 第十一名戴奇斯 明教四大法王之一 波斯明教圣女 武林第一美女 戴奇斯在紫白金青四大法王中 虽居于守卫 但他的武功却是四人中最弱的一个 曾单挑过灭绝 结果灭绝 几用以天剑的剑鞘就逼退了他 后期呢 甚至会被手持以天剑的赵敏 逼的是手忙脚乱 从硬实力上看 戴奇斯甚至可能会不如五散人中的 说不得 第十名 布袋和尚 说不得 五散人之一 属于江湖一流高手行列 在轻弓上面的造音呢 略高于前期的张无忌与阴野王 靠偷袭 秒擒张无忌 赵敏待人灭武当时 说不得也是在 微笑的道场不久后赶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少林图师大获上 张无忌认为 说不得 可以跟他同闯金刚红包圈 可见其武学造诣 还是比较高的 第九名 冷谦 五散人之一 旁白称他是 五散人中武功最高的一个 杨潇 微笑 被陈坤偷袭 用幻音纸点倒时 冷谦曾站出来与其大战 尴尬的是 仅交手二十多招 冷谦就被陈坤点倒 第八名 庄真 五星其中 锐金其掌骑使 应该是名叫中 被低估的一位了 原文称他的内外攻 也都打到了上乘境界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时 庄真曾与灭绝师太 交手数十招 后用手中狼牙棒 证断灭绝师太 手中长剑 灭绝无奈 用出倚天剑 最后战着倚天剑之力 将其斩杀 第七名 金毛狮王谢迅 四大法王之一 曾独闯王盘山 用狮子吼神弓 正晕了殷素素 与张翠山之外的所有人 张无忌从冰火岛返回中统时 认为谢迅和阴天正的武功 是不相伤下的 如果单论武功呢 杨潇泛瑶阴天正 与谢迅应该是各战胜场 只可惜谢迅后来双目失明 这无一大大影响了他的战斗力 否则排名还会更高 排名逝去 谢迅在王盘山时的武功成就 第六名 轻易富王微笑 轻功当是第一 绝学有寒冰棉长 成坤偷袭明教六大高手时 旁白称成坤的幻音纸 跟微笑的寒冰棉长 尽力难分胜负 只是微笑受伤在先 才让成坤占得便宜 是明教中的主要战力 盘点以天忠苦明教中 最强的十五大高手 第五名 光明右耻范瑶 曾化身苦头驼 在蒙古军中握心肠胆 自身偷袭过成坤三次 结果都是被其当场击败 甚至在最后一次交手中 深受重伤 万安寺之战前夕 范瑶称可在陆壮克首相 一两百招内 不会轻易落败 实力上 与少林四大神僧之一的 空制武功持平 少林图示大会上 张无忌认为 范瑶精通各家武功 对上各家都有胜算 第四名 白眉英王 殷天正 四大法王之一了 光明顶之战 曾栗战空统武老 武当陌生谷 打拼张三丰首图宋远桥 赵敏待人灭武当时 杨潇和殷天正 比拼轻弓 最后殷天正 内功身后 杨潇不履轻快 两人一同到了武当山 估计会有人为范瑶 名不平 其实关于名教武力 前二张无忌心中 早有定数 张无忌二创金刚 抚摸圈时 张无忌的内心想法是 本教无人武功 比杨潇 殷天正更高 哪里才能寻找到 更强的高手呢 可见在张无忌 以心中 殷天正 还是要比范瑶强一些的 只可惜 殷天正输在了 年老体栓上 第三名 光明左使杨潇 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除教主之外的 第一高手了 年少时就曾空手夺操 灭绝失态 师兄 郭虹子手中的一天剑 直接把郭虹子气死 国明顶名教内讧时 杨潇以两层乾坤大螺仪 以第二 迫使微笑 周边妥协 与六大门派的对抗中 杨潇重伤的情况之下 仍有信心 百招内 击败昆仑掌门 何太冲 班淑贤夫妇 张无忌第二次闯金刚 抚摸圈时 杨潇连使十几种招数 把自称是天下武功 无所不亏的范瑶 直接探服 第二名 杨顶天 名教第33代教主 将乾坤大螺仪修制第四层 陈坤曾称 即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恐怕仍不及当人的杨顶天 年轻时 将少林三度打得自闭三十多年 杜沃更是被他打下一只眼 致使三人苦修金刚浮摸圈 谢迅曾说 杨教主武功之高 既已说得上 当事无敌 除了武当派张真人 时夜未必胜得了他一招办事 第一名 张无忌 毫无悬念的名叫第一高手 甚至在以天通龙记中的第一高手 掌握了多种绝世武学 其中呢 九阳神功与乾坤大螺仪都修炼至满级 估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期身怀九阴九阳 乾坤大螺仪 太极拳 太极剑 圣火令神功 降龙十八掌金翼 桃花岛绝绝等等 结局前 双手插斗 基本上难觅对手 甚至呢 金庸在给他安排对手的难度之上 也是几核被递增 前期两人为殴 后期则是三人为殴 三人组成正法为殴 此时的他年仅24岁左右 成长直喜人 不仅是三部曲中武功最高的主角 同时也是金庸口中的第一主角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